今天我们就开始第一期读粉丝评论 我们先看第一条 来哥 后续呢 请问毛姐的后续呢 废话不说 咱们先看VCR 好了 你们拿下给我 是不是你要 是不是你要谈这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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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是说 本来这个计划是我来完成的 谁知道 让她给反杀了 再看我们的第二条 挑战在毛姐洗澡的时候 把她的衣服换成女装 我觉得这个挑战嘎嘎好 虽然说 我可能会忘掉 但是 你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挑战 必须给你们把它完成 好吧 一定把它完成 不当潇洒哥 把潇洒哥这个名号 直接给我打掉 好吧 OK 咱们再看下一条 挑战在毛姐面前撩毛嫂 哥们儿 你是不是觉得 我现在活的有点久了呀 但是怎么说了 这个挑战玩 觉得很不错的 等有机会了 好吧 毛嫂来这边 咱们 就把这个挑战给你们完成一下 咱们就冒着这个风险 就你们爱看 我爱做 必须给它完成 好吧 然后咱们再看下一条 好 穿女服装 撩毛姐 女服装我已经穿得够够的了 不要再给我穿 提什么穿女服装了 我跟你说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我跟你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然后咱们 再看这一条评论 奶奶这么懂 看来平时没少对范特希下手 咱们就是说 这当时去找奶奶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咱们就是说 拨不了 根本拨不了 懂不懂 我就不知道你们奶奶 平时看上去那么 稳重的一个人 那建议出来 一说一个拨不了 主打的就是拨不了 但是 她对范特希下没享受 我这我怎么知道 懂吧 懂得都懂 嘿嘿 不爱 呆呆 当着毛姐的面亲奶奶 十次了 求求求求求求 你再追 然后再看这一条 为什么不用机械勾爪这个技能 这当时抢毛姐的时候她跑了 啊 咱也没想到有这个技能呀 对不对 你要是早不跟我说 是不是 咱一个勾爪就给她抓回来 枪行动呢 哎 这个 挑战 那不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你要别 然后咱们本期的 读粉丝评论就到这里了 然后咱们 请问亲爱的粉丝们还有什么问题啊 想好再问 不要问一些不该问的好吧 然后咱们会再给你们回答的 好